今天我也要吃东西 不过我就吃一盒味道杯面 因为每次做节目 又吃翅又吃鲍鱼 太能够浪费 但是翅膀真的很冷 我看到一些网友 做翅膀又上来买翅膀 朋友也上来买翅膀 老实说 其实如果吃四人 那天我们这样吃 其实不用加上都可以 都是很得体 很能量的 很多的 六人八人都可以 本身已经不用加上 加上十个都可以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本身 六人八人就少 应该要多些汤 因为刺到十港 你外面只有几条 我现在在研究中 因为当时说到自己很厉害 那些金山勾 我也可能会出 然后我打他来打 好 是吧 打他来打 打他来打 好 然后下星期再踩一场 还有我们要听一些秘密 而且他还欣慰了两位很能性感 和成熟的女嘉宾 性感和成熟 可以放在一起吗 不不不不 不用了 我不需要在这里说这些 性感和成熟 没有人是成熟的 阿东好像说出来了是谁 是吗 是不是有没有说过 我有说 我不用包装 他说找了大波瑶和珍珍 那珍珍是大波 阿瑶是成熟 可以这么说的 其实为何叫大波瑶和珍珍不是很大波 我觉得有波不算很大波 不是 那批育图就大了 你来到最后 所以说你们是年轻人 他当然不算了 你说反而珍珍有起婚风韵 但是珍珍又 我又知道她多少岁 是 然后有三日假期 星期一是端午节 我们是没有节目的 当然端午节我都会回来开档的 那你的朋友如果想上来买一些食物 吃它应下节 那都是一个端午节之前的最后机会 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在准备什么呢 就是这个血饼 OK 好了 林康正你有没有吃过叫甲吞翅的东西 没有 OK 甲吞翅原本是潮州菜来的 因为潮州人又有醋又像红醋 后来慢慢就去到广东又变化了 我现在就说服着 就是 我实际上要做这个池 因为我吃过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吃过 怎样做呢 你听我说你是想吃的 吃一只乳甲 是 汤干净洗干净 嗯 就塞一些刺 那当然啦 你塞牙颈的当然金贵一点 你塞一些这样的 碎刺 当然便便便便便宜一点 塞一些刺 然后放高汤 炖它 嗯 那炖完之后呢 是一个甲汤的 嗯 你想想一下 里面有一刺 哇 当然未有得卖的 大家不要打算上来买甲申刺啊 不过明天呢 我们那些一碗一碗装的红烧刺 金汤刺呢 其实我们都卖了 断货 那汤刺就有几个在那里了 那会回货 后天就应该会 龟苓糕就会回齐货了 但是数量也不多 OK 那我们现在的仓里面呢 的薄荷龟苓糕呢 都只剩下几盒而已 那龟苓糕就很麻烦了 因为我自从上次在节目中吃完一碗之后呢 这两三天呢 吃今天比较好一点呢 都经常有便宜 就是排毒 嗯 其实距离我上次吃过 连环吃了几个龟苓糕之后呢 那我都很正常的 那连环吃几天呢 第一天就有了 但是排完第二三天就没事了 但是这次我只不过一个星期左右 我又再吃龟苓糕 它又马上来了 证明我的毒素很快即序 嗯 OK 好了